随着西蒙政府上台之后 其实有越来越多 之前就是已经被大家遗忘的案件 就再一次翻出来 谈在大家的面前了 你再收听的就是主编点新闻 我是佩玲 我是志峰 佩玲刚才提的其中一个案件 就是蒙古女郎阿旦杜亚 被炸死的这个案件 虽然这个案件已经下判了 而且两名特警 也已经被判上死刑 但是阿旦杜亚的父亲 沙里布似乎对这个课题 穷追不舍 他并没有放下 他的内心的一些疑惑 跟一些问号 那么他认为还要继续再 挖出更多的真相出来 那么这几天 他就来到了马来西亚 他要为他过去12年前 他女儿去世的事情 讨为一个公道 而且他来马来西亚 是非常高调的 他见了两个非常关键的人 第一就是总检察长 汤米·汤姆斯 是今天下午见 那么明天呢 他将会见首相 首相跟总检察长 都会见这个 见这一号人 其实证明说 其实这一号人 真的是不简单 而且他背后应该 还有一点故事 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挖掘的 是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媒体跟百姓都高度的关注 包括当然主编点新闻 也来关注这件事情 那沙里布呢 他是在今天三点的时候 就会见了这一个 总检察长 汤米·汤姆斯 那他在见了他之后呢 他就透露呢 他对西蒙政府呢 就是会重新的 开档调查 这个女儿命案的 这个可能性呢 他说他是感到乐观的 那他的这个代表律师呢 兰卡巴呢 他就形容 他们就是这一些人呢 就是跟这个总检察长 见面的这个收获呢 是非常好的 那也对这样的一个 可能性呢 也是感到乐观 那总检察长呢 其实在今天会面之前呢 就已经主动查阅了 这一宗案件的档案 那他对案件呢 已经有相关的了解了 刚刚志峰有说 见了这个TT之后呢 他接下来要见的 另外一号人物呢 就是敦马了 那沙里布呢 他其实也已经对外宣布 他将会在明天下午的五点 就是呢 会在首相办公室呢 见敦马的 他说他从来没有想过 会有一名首相会接见他 所以他说他希望 政府呢 能够还给他们家 就是一个公道 那么这个案件呢 看来政府是非常的 重视这个案件 为什么这个案件 会继续成为 大家关注的点呢 其实有两个主要的原因 第一呢 当然是这个案件呢 在某种程度上 又刚好 又这么巧牵涉到 前首相纳吉夫妇 所以这一点呢 是他的这个 其中一个开关引号卖点 另外一个关注点呢 就是他的这个谋杀 以及处理尸体的这个方式呢 是引起很多国内外人 是高度关注的 就是以炸弹来把尸体 炸掉的这一个方式 所以现在沙里布 来到马来西亚 要求警方 要求大马政府 重新调查这个案件 其实他的这个背后的说法呢 就是告诉大家说 他对这个案情 还有很多的这些疑问 并没有解决 他提出了几个点 第一点呢 就是他说 我并没有收 那几个任何资金 任何的这个钱 因为有一些传言说 你之前是不是收了那几个钱 他说没有 他没有收这笔钱 第二呢 他觉得说 这个案件当中呢 有一个关键人物 并没有被传召 问话 他就是当时的 纳吉的一个保镖 而这个保镖呢 是两名被控 谋杀罪名 成立的这个特警的上司 所以他认为说 这个保镖的这个供词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案件的背景 可能你已经就是 印象比较模糊的话 我们现在来唤醒你的一些记忆 那当时候呢 这位蒙古女郎呢 阿丹杜亚呢 是在2006年 其实算起来也是12年前了 2006年呢 10月19号 他在沙亚那呢 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呢 就招人呢 往头部开枪杀害之后呢 再以这一个军用的C4炸药 就是毁尸灭迹 那当时候呢 纳吉是担任国防部长的 那他的这个幕僚顾问呢 也就是拉萨巴金达 还有两名的这个特警保镖 也就是西鲁 还有阿兹拉呢 其实是随后呢 被控就是教唆 就是谋杀 还有谋杀的案件 但是最后呢 法庭最后是判决 这一个拉萨巴金达是无罪 但是另外的两名特警呢 就是被判有罪 而且是死刑的 不过后来呢 这一个西鲁 是逃亡到了澳洲 现在呢 就是被扣留在这个悉尼的 扣留中心 同样的这个案件呢 它不仅仅牵涉马来西亚 它也牵涉到澳洲 就刚才 佩玲有提到的西鲁 现在是潜逃到澳洲 所以现在就有不同的一个说法 说到底马来西亚 是不是要把西鲁 带回来马来西亚 那么西鲁开出的条件就是 不要死刑 如果是终身监禁的话 那么还有的谈 所以终身监禁的话 就是监禁你大概25年左右 25年之后呢 你就会重新获得 你的这个人生的自由 所以现在随着 总检察长跟首相 建了沙利布之后呢 相信这个案件呢 将会很快的会有另外一个阶段的这个进展 而且这一个阶段的进展呢 相信会有更多的真相会摊在阳光下 而且这些真相的相信会是更惊讶的 所以接下来 这个案件的将会是 1MDB案件之后 另外一个全球关注的一个点了 是 想要跟进这个新闻事件的发展呢 也要请你继续守住这个主编点新闻 每天下午的5点30分呢 就在City Plus 接下来我们先暂时打住一下 下一段回来 我们来听看看 安华有什么话想要对林冠英说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